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很正宗 来 带你去吃一下 走 去看看 走进重庆里寄炭烤鱼 一股浓浓的炭烤香味扑鼻而来 墙壁上的点菜区也特别醒目 一眼望去 琳琅满目的重庆特色菜品 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 加上这里的烤鱼品种口味比较多 可以满足大众所需 所以回头客也特别多 你最喜欢吃哪道菜 就推荐一下 就是这个烤鱼 新鲜而且这个鱼肉比较嫩吧 这边菜味道很好 特别是牛蛙还有那烤鱼什么的 烤鱼是地道重新口味的 还有这个烧烤也不错 经常来这家店吗 对的对的 那这道菜是比较喜欢的 烤鱼啊还有这个回锅肉也不错 这都不错 土豆丝也可以 我觉得非常鲜美 然后也非常有味道 然后在这个有这个四川的特色 尤其这个 这个应该是叫魔芋糕吧 还是叫什么 然后非常非常的有味道 嚼血也很有这个味道 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吃的时候 也就是有一种这个非常爽快的感觉 然后这个鱼也非常嫩 然后我们吃了半天之后 然后你翻开之后 它这个鱼还是很嫩 如果说加点这个青菜啊 加点这个配料 我觉得会更好吃一些 好食材口味正 才能啊得到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今天韩剧和曹阳也是有口福了 本店的主打特色已经摆满桌了 那还等什么 开吃咯 特别的香 我们面前是两大锅 对不对 一锅烤鱼 一锅羊蝎子 香味就double double的 刚才门口跟你说啊 这个烤鱼是好看的 真的很好看 你看这锅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这样精美精致的这种锅炉 一般呢我们吃烤鱼 都不能叫真正的烤鱼 它是烤配料 是是烤什么烤豆皮 烤烤豆腐 对 找不找鱼 对 但是你看这个鱼 你帮我一把 好 你掐到一头那个地方 我们抄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好的 ok 三二一起 哇 真的是 这个鱼肉 我的天哪 分量非常的足 一大块一大块的 这一大块你看 特别的这个看上去新鲜的感觉啊 白白嫩嫩的 非常有食欲 当然咯 这里的每条烤鱼的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 活鱼现载现烤 烤鱼在炭火的高温下发出滋滋的响声 散发浓浓的香味 谁都无法抵挡这种诱惑 加上厨师的精心配料炒料 和来自重庆正宗的花椒辣椒酱 那个味道一定会让你欲把不能啊 我们先吃鱼肚子 先吃鱼肚子 好 就是最肥美的 肉最厚实的鱼肚部位 好 来尝尝看这个鱼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吗 先给你们看一看啊 你看 它的外表是焦脆焦脆的 带点焦黄色 里边是雪白的一块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鱼肚子感 是棒 尝一下 特别特别的香嫩 就是你戳那个鱼肉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块白色的豆腐一样 很嫩很细 然后吃进嘴巴里呢 可以吃得到里面的这个 剁料香料的这种非常浓郁的那种酱香的味道 不会太咸 对 也不会寡淡 刚刚好 对 是的 又有香辣味 又有咸香味 是的 最后还有鱼肉的回甘和回甜 我很好奇 就是夜宵店 它烤鱼这么多 为什么重庆的最好吃呢 因为重庆的第一 它选用的香料和酱料是不一样的 它会有你看像重庆比较喜欢吃的花椒 对吧 有的 还有这个干辣椒 对 洋葱 洋葱 香菜 然后还有这个芹菜 对 大蒜 黄瓜 大蒜 真的是应有尽有 关键在于呢 它烤的火候掌握得很好 就是叫什么 就两面翻烤 两面翻烤 翻烤完了之后呢 再和这些五花八门的一些配料放在一起炖 对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香 就是这个烤鱼就只有鱼肉好吃 但是呢 配菜更好吃 对 就是感觉味道汤汁已经浸在食物里面了 很香很香 像我们点这种烤鱼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上几盘那种小的配菜 有了 给你上好了 诶 真的诶 莴笋 新鲜的莴笋 来来 倒一点 哎呀 我觉得在这个热的鱼汤里面去浸泡 让这个汤汁的味道全部融入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 诶 这个是 豆腐 豆腐 哦呀 相当的赞 鱼配豆腐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口感 跟味道 是的 好 在南昌的船山路啊 我们一定要来吃这家烤鱼店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我们的身后 刚才我看到了 除了有这种香袜烤鱼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口味 对 你看哈 比如说有这个泡椒的 酸菜的 还有这个什么豆豉的都有 我的妈呀 这么多味道 对不对 如果是特别喜欢吃酸菜或者是泡椒的朋友们 就可以点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口味 下配菜呢最初为了考验 它的整个烤鱼的汤汁是不是正宗 好尝尝看 哇 脆 我觉得这个味道刚刚好 因为是可以吃得到这个蔬菜的一个鲜甜的一种味道的 再加上这锅子的精雕细琢 就很有仪式感 没错 除了炭烤鱼之外 还有一个锅是非常受欢迎的 就是炭烤羊蝎子大锅 这份羊蝎子也是实打实的料啊 满满一大锅 块块都带着骨髓 块块都透着香味 赶紧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吧 绝对不决定少量 实打实的 哇 天哪 好好吃 吓到我了 赶紧尝一口 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 因为我之前也吃过这种辣的羊蝎子锅 然后那个肉的话呢 都是感觉好像不是很入味 就是有点像白水煮的 加点夺料 而且很硬 但是这个你知道吗 我竟然吃到了很多很多甜甜的 鲜鲜的 就是各种 卤味品牌 特色卤味的那种精华的蜜汁酱料 对 都在一起 没错没错 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我刚刚从这个羊蝎子骨的中间 抄出来了一个 马上就要掉下来的骨髓 这个小骨髓棒 这个很敏养 这个呢就像是吃扇贝里边的大瑶柱 是的 是精华 对 是巧克力甜筒的最后一口 蘸脸汤 直接用手啃着吃 对呀 用大口吃肉的感觉 哇塞 太淡了 刚刚那个骨髓哦 是绵绵的感觉 绵绵的软软的 黏黏的 又香 而且这个羊蝎子肉你是可以用筷子往下剔的 是的 你看 用筷子剔下来 对 很方便 对 因为它已经炖得非常烂了 而且很入味 绝对不碎了 但是又不会说是很辣 就那种吃完一口之后还想吃第二口 嗯 真香 它并不是以 酱汁和辣椒去掩盖它的羊肉的味道 对 而是完美地辅佐了羊肉这道主食 是 没错 特别适合喜欢大块吃肉的朋友 一块去餐 一边唱饮 一边啃着羊龙骨羊蝎子这种感觉 我觉得到这家店 烤鱼是必须点的 羊蝎子也是真的真的需要强烈推荐给你的 要逼点的 对 没错 烤鱼和烤羊蝎子 无疑是这里的主打特色 那接下来上场的重庆热菜主打 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哦 六十一年前 他放弃城市生活 随丈夫回乡扶贫助学 靠微薄工资 为家乡修水利 建电站 盖校舍 扶贫济困 他曾写道 我是个党员 一个受党教育四十年的党员 应当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 直到闭上眼睛 九十五岁的他 情怀依旧 本色不改 用行动 诠释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 不便情怀 永恒初心 公全真 先尝尝这个辣子鸡 好的 满满的花椒 芝麻 重新做了 我感觉他这个料非常舍得放啊 对不对 还有花生米 我来尝尝看看 如果太辣我就接受不了 你放心吧 天呐 怎么说 怎么 我觉得这个辣度刚刚好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给我的香味 是不是 因为他这里面的芝麻和花生米 包括这个花椒胡椒的香味 是非常非常诱人 而且很入味的 巴蜀菜的魅力在于此 分量很多 很多肉 而且很大 完全不会让你在辣椒堆里找肉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辣椒是可以当做小零食吃的 对 鸡肉很紧致 你可以配着 爆炒的香辣椒 花生米 一块辣子鸡 放在嘴巴里面 没错 鸭舌 这也是用辣椒炒的呀 对呀 好那我就尝一个 你放心 我这样凑近一闻 我就可以闻到那种花生米和那个的香味 你看 还蘸那个花椒 还蘸那个花椒 会不会很辣呢 你尝一下 尝一下 好嫩啊 这个鸭舌 嫩吧 就是那种特别弹Q的那种 虽然它是爆炒的 但是它保留了原有的一种水分 没错 我以为会干巴巴的 完全没有 里面很多油汁的 很好的 哇天啊 很香 我感觉我吃这个东西哈 不是在吃一道炒的很辣的菜 我觉得是在吃那种小零食 有没有 就像坚果一样的那种又香的 然后又不是很辣的那种小零食的那种 听不下来的 嗯 而且一整个舌面的骨头都可以嚼碎 没有 很方便 只要啊 来到重庆里济炭火烤鱼总店就不会让您失望的 辣的不辣的香的脆的软的麻的应有尽有 一定让您满意而归幸福感爆棚哦 哎呀 这份香味久久会吃不去啊 是的 明天再来好不好 明天 好 那就这么定了吧 明天我们吃酸辣的 就明天我们两个人吃酸辣烤鱼 对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那后天呢 那就 换个口味吧 那就这个泡椒的吧 泡椒的 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一个礼拜可以吃不重样的 嗯 而且不会腻 是的 你一定会再来的地址 哎 就在我们的南昌市的夜宵一条街 船山路 招牌很大 而且色彩斑斓 一看就感觉很惊艳 没错 重庆里济炭火烤鱼 来了 就坐下点一份鱼 好好感受一下 从今年的一种劲儿 来到这里呢 说不定还会偶遇我们两个哦 对 偶遇了 他买单 他买单 好 下次见 拜拜